好啦 我们再来做一次关于 苹果手表第十代的一个总整理 目前消息传出来 这个第十代会是一个十周年的版本 应该会有非常多大的更新在上面 但其实有很多不一样的讲法 我们先一起来讨论吧 嘿大家好 我是苹果爹 那我们今天会来讲两则 也是苹果相关的新闻 第一则我们会先讲到 就是先前关于苹果这个降速门 就是苹果可能在一些比较旧的机型 在它电池老化之后 它们就会在 iOS 里面做一些手脚 那可能让这些旧型的机种 在平常使用上的体验稍微慢一点 那关于这个部分的集体诉讼呢 现在已经开始进行赔偿了 那之后呢 我们也会来讲苹果手表相关的新闻 首先这个降速门 我觉得现在这个时间点来讲 这个新闻还蛮有趣 因为苹果才刚刚被美国司法部所起诉 就是针对在很多不同的面向 他们的商业竞争上 有违反反垄断的行为 那其实我们从这个 现在被起诉的案件再回来看 先前这个降速门 你会发现 这里也没有什么刻意要不要黑苹果 我觉得一个企业有时候 就大到一个程度 有一些太注重于自己商业利益的行为 其实从我们消费者看起来 或者从执法单位看起来 其实是非常的不合理 那我就先来讲这个降速门 或是电池门 这个集体诉讼案呢 是在2000年的时候开始进行诉讼 那其实你如果在2000年之前 我记得我现在在美国 也会有收到相关的这个信件 问你说你要不要加入这个申诉 你要不要参与这个申诉 那事后他们在进行赔偿的时候 可能帮你一起做集体诉讼 这个律师事务所可能会抽点成 但是总用主要的赔偿心还是会赔偿在你身上 那这个故事呢 可能现在很多新的iPhone使用者不知道 就是在早年 大约我记得iPhone 4、5、5、6代的时候 很多使用者他们在使用iPhone的时候会发现 为什么我的iPhone越来越旧的时候 有时候可能也大概一两年旧而已 然后就会可能在经过iOS更新 都会发现自己的手机 使用起来的体验越来越慢 那可能在App切换的时候 或是很多时候可能只是要打开相机拍个照 你都会明显感觉到它使用上真的比以前慢了不少 那其实这也有很多用户讲出来 可是当初其实是被大家拿来当笑柄的 就是说你自己手机旧了 然后你久了之后你就拿这个当理由 那当时苹果针对这一点 也一直没有进行任何正面的回应 就有点让它沦为一都市传说 然后让有这一方面抱怨的这些使用者呢 有点沦为笑柄这种感觉 但后来也有人实际测试 真的发现在旧型的手机更新到iOS上面 真的会让它运行的速度变慢 那这个他们可能从跑分上面的测试 我想使用上面的测试 都有找出明显的证据 他们手机运行有变慢的状况 后来越演越烈 越来越多人进行测试 发现到这个问题之后 苹果才出来承认 说他们确实会因为软体更新 或者你的手机开始越来越老旧 而让部分旧款的iPhone速度变慢 但他们当初的辩解是说 他们基于保护用户的这个体验 说因为有些电池在可能老旧之后 会造成电力供应不稳定 让手机意外关机 所以为了避免这种事情发生 苹果才刻意降低你手机的速度 但是当时苹果这样的反应 这样的回应造成很多消费者不满 就说其实如果真的有这样的现象的话 你也可以事先跟我们讲 也可以公开透明的讲出来 你们用这种方式去降低它的速度 那甚至在那么多年以来 很多人在进行这个抱怨的时候 你们也没有做出任何正面的证实或是回应 所以我们结果论看来 怎么看起来都好像是说 消费者在可能用他们手机两年三年之后 发现到速度不变慢 可能有点刺激 他们会想要换一个新手机的形态 这整个看起来还是比较利益导向 很难让消费者去信服说 苹果这样的行为 真的是为了让手机使用上的体验更好 所以在2020年的时候 这个速售案就正式成立 那经过三年多的速售呢 其实在2023年他们达成了和解 那到底有哪些机器会得到赔偿呢 那这个目前看起来好像就是在美国本地啦 他们讲的如果你手上的手机是 iPhone 6、iPhone 6 Plus、6S、6S Plus iPhone SE的第一代啊 还有在2017年12月21号之前 如果你的手机版本是iOS 1.2以上的 iPhone 7 还有iPhone 7 Plus 都会有四个符合赔偿 但是这个符合赔偿的条件 要你在他们进行集体诉讼前 都有一起申请 要加入这个集体诉讼 那如果你们当时也跟我一样 有收到这个申诉的信 然后你们没有去进行申诉 然后把你们资料填进去的话 那现在过这个时间 就没有办法再得到赔偿 那这个赔偿金的部分呢 达成了和解金额是大约5亿美金 那他们说可能因为你手机使用的期限 年线大约会拿到25美金左右的赔偿 可是当初其实在2023年8月就已经达成和解 那为什么到今年才开始发放这个钱出来 就在这个金额上面他们还有一些增值 所以据目前新闻的讲法呢 有用户收到最高的赔偿金 是大约92块美金左右 那苹果针对这个赔偿还有和解 他们有做出回应 第一他们就直接先道歉 他们为了他们缺乏透明度的这一点 先道歉 就说他们应该更直接的去跟消费者沟通 说他们有进行这样的动作 他们也因为这样的抱怨跟诉讼呢 他们改善他们iOS上面 在电池管理上面更加的透明 可以让你看到你现在手机电池的健康度 那当你手机的电池健康度降到80%以下之后呢 你也会可以选择是不是要持续让你的手机 维持在强效模式 同时呢他们也提供这个更方便 更便利的电池更换服务 那同时他们也强调他们从来没有刻意 降低产品的寿命啊 会降低它使用上的体验 借由这样患得消费者去购买新机 但这个部分就坚然坚持看你要不要相信了 好那下一个就是我自己个人也非常期待的 就是Apple Watch第十代的更新 那我们知道在Apple Watch第九代的时候 其实算是几乎没有什么大改变 那增加一个手势侦测的动作 那也因为这样让大家更期待 这一次Apple Watch第十代的更新 那其实一直有传闻出来 因为Apple Watch第一代是在2014年的9月上市 所以刚好今年2024年所发表的版本 就会是十周年的版本 那大家记得在iPhone第十代的时候 苹果也因为这个十周年的纪念呢 推出了iPhone第十代 当时iPhone第十代呢 也是第一次改成全萤幕的iPhone 移掉这个Home键 然后没有指纹解锁变成Face ID 所以以iPhone这个产品线而言呢 算是到目前为止最大的更新 那这也是为什么目前的消息所指出来 其实非常可靠的来源 都讲说这个十周年版本 也会是Apple Watch优势来最大的更新 那首先我们所知道呢 它在整个机身的外形呢 都会做一个大改变 那目前强调的是 它会有更轻薄的机身 然后让很多人担心 就是它在接表带表环的地方呢 它整个结构也会有一个大改变 那他们是说是用磁吸的方式 但是其实现在目前的App Watch里面有一个磁吸的机构在里面 所以不太确定这边特别的强调 这个磁吸更换表带的设计到底是什么意思 那这边有提到很有可能因为这样设计的更改 让它跟所有旧型的表带都没有办法共用 那另外呢 因为先前也有不同的这个专利新闻出来 也让我们看到说他们可能在手势操作上面呢 就是第九代之后呢 在第十代上面会开放出更多不一样的手势操作 那可能还会再结合其他的装置 像是你的iPhone啊你的Vision Pro 可以在AR跟VR的这个体验里面 带来更多不一样的操控模式 那下一点呢就是我们上前有稍微提到的血压侦测 那其实血压侦测是一个从Apple Watch刚开始上市之前 就大家非常期待的一个功能 那据说苹果内部也是非常期待 他们有这个科技可以达到这个技术 那据说苹果就在今年会首次加入血压侦测的功能 据目前的消息显示呢 他们使用血压侦测的技术 并不会让我们即使看到我们现在用血压测量器 看到舒张压还有收缩压 那其实我们可以大概分享一下经验 像目前市面上这些智慧型手表 有这个血压侦测的功能在里面的时候 其实你在开始使用它的时候 都要先做非常多次的矫正 就是说你家里还是要有一台血压侦测器 那你再戴上这个手表做血压侦测的时候 同时也用这个血压侦测器来做侦测 在两边同时进行测量的时候呢 你可以在你手表上面进行调教 因为一定是血压器上面的数据比较准确嘛 在测量可能两到三次之后 矫正你手表上面血压侦测的数据 那经由这样 它们可能可以在再来一个星期 或者几天之内呢 做到比较准确的血压侦测 但是这种时候呢 它们所侦测到的数据 可能比较会强调 可能你现在血压有没有突然的上升 或是突然的下降 像是比较针对这个变化值 去给你一些提醒 那如果真的有一些异常出来的时候 它还是会跟你说 请用你的血压器再过来 进行一次比较准确的侦测 那这种模式呢 在你手表上 虽然可以在几天内进行侦测 但是它还是会定期 比如说每一个星期 就要你再用血压机 来做校正一次 同时呢 它们上面也都会有个弹数啊 就是说这个东西 并没有办法取代 真正的健康侦测机 如果你要准确的数据 还是使用血压侦测机 那所以现在看起来 如果你可以去想说 就比较像苹果手表 像它目前的体温侦测 就侦测它有什么剧烈的变化 然后给你一个提醒一个通知 可能叫你学校去做个检查 所以即使我们所期待的这季时代 可能还不会有准确的 血压侦测装置在上面 那当然另外一可能性 就除非它们有办法搭配 第三方的表带 因为据我们现在了解 可能新的苹果手表上面的智能节点 会比较有用途 那这种情况下 如果搭配一个第三方的 血压侦测表带 它真的可以去进行测量的话 那我觉得这个可能在实用体验上 就会真的比较准确一点 那下一点他们提到的是 睡眠呼吸中止症的侦测 那这个其实目前就已经有睡眠侦测 但同时在搭配他们的血压侦测 他们可以去观察 你可能在睡觉的时候 你的血压有没有一些剧烈的变化 然后因而去判断 你是不是可能有 睡眠呼吸中止症的问题 那可能相对现在我们所了解 单纯用血压的部分 他们可能还会在 动作侦测上面看到 比如说你现在呼吸的频率 可能会让你手部有一个规律性的摆动 但如果在这段期间 你可能突然有睡眠呼吸中止的情况 在你手规律摆动的地方 会有一些改变 那用这种方式交叉的数据去判断 你是不是可能有睡眠呼吸中止症 那这个相比以目前为止 像我现在也有去做过 就用睡眠判斗测试 就是你必须要带一台机器回家 可能贴在你身上 那你要测个大概两到三天 之后这个数据 可能再由这个医院来跟你说 你有没有睡眠呼吸中止症 那另外一个更麻烦的方法 就是说你可能要去这个中心 睡觉一两天 某一两天的晚上要去这个中心睡觉 然后让他们对你进行侦测 知道你是不是有睡眠呼吸中止症 这点就稍微困难一点 但是我也相信即使苹果手表上面有 可以稍微交叉分析判断说你呼吸中止症的状况 这些医疗机构可能还是会希望 你做一个比较正确的测试 因为毕竟苹果手表上面的 这些医疗政策 他们都会说不能真正取代医疗装置嘛 但是我也不会说它没有用 说因为可能很多人 有睡眠呼吸中止症这一点 他们完全也不知道 或完全没有想到 那如果你在戴着苹果手表睡觉的时候 可以让更多人知道 或是体验到自己可能有这个问题的话 那其实也会对很多人的健康造成帮助 那下点是很多人在问的血糖政策 这一点我目前看起来我觉得也没有那么快 因为其实现在目前心率 血糖政策的这些部分 苹果其实在专利群上面还是有一些问题 这问题在于苹果在这一项技术 其实没有那么多自己的专利 那他们先前有接触过的那家公司 要试着去跟他们谈合作 或是希望授权他们的专利 但是后来他们走的方向 是从那家公司挖角过来 然后用这种方式去开发自己类似的技术 那其实基本上就是跟别人一样的 所以现在这家公司在打这个专利群的诉讼之后 给苹果带来不少麻烦 那他们可能在未来要推出的苹果手表 他们就要好好去想说 要么可能绕过别人的专利 要么跟他们好好配合 那其实这家公司是有意跟苹果达成和解 或是谈成一个授权的专利费 但不知道为什么苹果就是不接触 他们去谈论的部分 那似乎可能真的要等到他们这个专利 到期2025年2026年的时候再来处理 那其实也因为苹果手表这个产品 占苹果的总营收变不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程度 虽然苹果每年会很想去强调说 苹果手表这个产品对他们而言多重要 但是我们实际把它摊开来看 它在整个生态链里面 其实就并不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产品 那为什么每年又有那么大的广告比重在上面呢 个人的判断 因为这个是Tim Cook 接任之后 第一个推出没有Steve Jobs 参与的产品 所以有点像是现任CEO的一个成绩单的 一个展现的方式 所以可能也有公司内部某些政治考量的因素吧 那反而我们看到非常多其他的公司在智慧型手表 不管它是续航力 健康侦测 运用侦测的这些准确度 实用度都大大超车苹果 那这部分我当然是觉得比较可惜一点 那也说于为什么大家现在对这个苹果手表 第10代10周年更新的版本抱有非常大的期待 那先前的讲法呢一直是说 就是在2024年 今年会有一个非常大的改版推出来 但是我觉得因为刚好 它没有碰到这个专利权增值的问题 那目前跟大家厂商可能还在进行不一样的谈判 所以在推出的时程上面 目前也有另外一个讲法 也有可能因为这些事件还有苹果目前所碰到的一些麻烦 会延后到2025年的上市 那尴尬一点就是你今年推出的苹果手表要叫什么名字 苹果手表9S嘛 那再来还有另外一点大家可以值得期待一下 就是在6月的这个开发者大会 WatchOS也会推出新的版本 是否会结合现在苹果强大的这个AI功能 也是非常值得期待 因为我觉得手表某些程度上面 你说这个进步的Siri AI功能的话 放在上面可能会比手机来的用处还要大 同时你在外面运动的时候 可能你又串联你的AirPods 如果这些AI功能都能直接在手表的装置端 直接进行运算的话 或是帮你处理回答你很多问题 那我个人觉得会瞬间让这个苹果手表使用性大增 这部分也是我个人很期待的地方 OK 好 那我们今天就大致整理 这两支机会跟大家分享 那大家有什么想要讨论的 不然是你们可能因为这个电磁门降速门 你们有收到苹果给你们这个赔偿金 或者是针对苹果手表 其实时代你们有什么想法 都可以在下面一起讨论 好 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边 我是苹果另外我们下视频见 拜拜